这年头的网络色狼真的很多 多到连警察都快分不清楚真假了 有人竟然就利用明星艺能学员的超人气歌手 华华的网络照到处骗财骗色 而且嫌犯落网之后还发现他是一名男的 被害超人气歌手华华 只能被嫌犯冒用的照片 及嫌犯本人的照片 心里觉得很委屈 很生气 我打在状态上说 也太夸张了吧 要盗用我 你也搞清楚我的性别 我觉得很生气 因为我们不想帅一点 他长帅一点我就不生气 左右两张照片 一张是嫌犯 一张是被害女歌手华华 竟然连警察都分不清 像吗 不像啊 怎么讲 就鼻孔他比较大 鼻子也不一样啊 他的比较扁 嘴巴比较大啊 因为我头发那么长 他头发那么短 而且那么抬 这是你就可以了 对 还有刺青是重点 我不是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太扯了 你今天是破案了 你抓到嫌犯本人了 你嫌犯本人都抓到了 在警察局 那你再看相片 差这么多 20岁的灵性嫌犯 利用华华部落格的照片 不仅在网路交友 骗财骗色 还在北部超商 洋装超商经理 盗取钱财 最后还是华华 利用人肉搜索 才找到嫌犯 体贴的华华强调说 原型办案很辛苦 但他希望这样的乌龙 不要再发生了